扶摇皇后亚兰珠虽贵为穷业公主 可是对于爱情 权势是无法令你得到真正的爱情 可是却能够让你变得更好 亚兰珠因为爱上战北野的堂堂正正 她也想要变得和战北野一样好 亚兰珠为爱追逐一生 可是却从未后悔过 她为了战北野成为了穷业的王 可是即便如此 她也还在追逐 因为战北野同样在追逐扶摇 战北野从一个天煞猎王 到最后成为了大汉皇帝 一路走来 她一直坚定着自己的信念 无非是想给扶摇一个强大的后盾 最后她做到了 成为了大汉的皇帝 虽然战北野为了扶摇付出了一切 可是也不可能和扶摇在一起 因为扶摇的心中只有长孙无极 可是她却从未害怕过 她只怕扶摇不幸福 不快乐 活得不够福寿绵长 而战北野最后没有和谁在一起 因为她一生畏惧 也未利后 可见他们都是痴情的人 可是爱的却不是彼此 对? 对